中国首架国产客机C919今天在浦东国际机场公开首飞 中国的商业航空梦想也随之起飞 只见这架机身为白色,尾部有蓝绿条纹的C919 经过漫长的飞行前检查后,隆隆作响地沿着跑道飞向天空 试飞持续了大约一个小时半,和平时的一万米飞行高空有别 这次首飞高度3000米 这架承载着中国商用航空梦想的国产大飞机 在下午3点20分安全降落,圆满完成首飞测试 整个过程共分成5个阶段15个试验点 C919目前获得全球570架飞机的订单 中国商飞计划到2019年共制造6架飞机完成试飞 意味着在这之前不会有批量生产 C919首飞在中国民用航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不过专家认为短期内还不会给波音和空客带来直接竞争 NV7综合报道